这是一起震惊世界的谋杀大案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在华盛顿街头遭遇枪击 胸部重弹 总统遇刺 白宫高官如何应对突发危机 枪手当场被捕 审查中竟盗出两次刺杀密谋 检察官起诉枪手续谋杀人 辩护律师却变成凶手 是精神病患者 轰动一时的刑刺大案 会如何烧场呢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为您解读里根遇刺案 敬请关注 1981年3月30日下午 美国总统里根在首都华盛顿 一家酒店门口遭遇枪击 刺客在不到两秒钟的时间里 连开六枪 总统的随行人员有三人中枪倒地 里根总统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发现胸部重弹 总统遇刺举国震惊 里根的伤势到底如何 已经七十岁的他 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呢 刺客在案发地当场被捕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要行刺总统呢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里根遇刺案第一集 酒店枪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说起着美国总统 大家都会想到 这个人大权在握 风光无限 经常是媒体舆论的焦点 然而呢 作为国家元首 又是山君统帅 和政府首脑的这个美国总统 他就难免在公众场合露面 尽管安保措施严密 总统也会受到 不同政见者的暴力攻击 这样的事件 是屡见不鲜的 甚至还可能遭遇到 穷凶极恶的刺客 美国历史上啊 就曾经发生了若干起 行斥美国总统的行事答案 顷刻之间 就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 甚至影响到美国的政治格局 今天要说的这桩刑案呢 发生在1981年 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在首都街头遭遇了刺客 本案的情节可谓跌宕起伏 这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呢 又粗乎常理 所以这起案件 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 也受到了各国刑法学人的 广泛关注 1981年1月20号 罗纳德里根 当选了第49届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是可以连选连任的 也还有同一届内 换人更替 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实际就任的 美国总统排序当中呢 里根是第40人美国总统 在美国历史上 里根总统开创了许多个第一 他是唯一一位演员出身的总统 在他踏入政坛之前呢 还担任过运动广播员 报社的专栏作家 电视节目的演员 而且是美国影视演员协会的领导者 丰富多彩的社会履历 这在美国历任总统当中 堪称第一 历任美国总统当中啊 他的就职年龄也是最大的 上任的时候已经70岁了 他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而显示出魅力十足 就说美国总统选举当中 里根总统当年呢 赢得了选举人票的489期 而他的对手 吉米卡特 只得了47赞典 你看这个比例是很悬殊的 里根总统当然就毫无悬念的 入阻了白宫 我非常愿意 今天我们的党党的党党 这宗党党是展示了全美国 一党党党一共同 为更新的计划 为解决国家的问题 一党党党充为 建立新的认识 与全国各地的 共同的质量 所在这些话 家庭 工作 城 和平和自由 西半球时间1981年3月30号 下午到傍晚这个时段 美国和全世界的主流媒体 都纷纷报道或转发了 这样一条新闻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今天下午2点27分 时任美国总统 罗纳德·里根 遭遇刺客 里根总统和随行人员 由位于首都 哥伦比亚特区的 西尔顿酒店出来 走向停在不远处的 总统专车 围观的人群当中 有一位不明身份男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 朝在面前走过的里根总统 连开了六枪 这条新闻播出以后 美国为之震惊 人们急于想知道 里根总统有没有被枪击中 或者如果被枪击中了 伤势如何呢 回顾美国历史 在里根总统之前呢 曾经已经有八位总统 遭遇刺客 有的当场失望 也有饱受伤痛折磨 而最终含恨酒泉的 也还有劫后余生 安然不恙的 最早遭遇刺客的美国总统 是安德鲁·杰克逊 他是美国第七任总统 1835年1月30号 他在参加一次葬礼时 一个精神失常的油漆将 朝他连开了两枪 幸运的是 这两枪都没有击中 安德鲁总统 所以他成为第一位 虽然遭遇刺客 而又安然无恙的美国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呢 是第二位遇刺的美国总统 林肯总统啊 因为颁布了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度 而且在他的领导下 结束了美国内战 也就是南北战争 因而深受美国民族爱戴 1865年4月10号 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的 第五天 在首都华盛顿的福特剧院 一名叫做约翰·布什的演员 他悄悄地溜到了 总统的包厢里 就在林肯总统的背后 朝他连开了八枪 其中有五枪击中了要害 林肯总统当时就失去了意思 被送到医院抢救 第二天离世 他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下一位遭遇刺客的 是美国第二十任总统 加菲尔德 他就职上任后四个月 就遭遇了刺客 1881年7月2号 加菲尔德总统 他没带警卫 就进入了 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火车站 这个刺客 跑到总统的身后 近距离地朝他开了两枪 这两枪全部命中 然而这两颗子弹 都没有击中致命处 医生们没有及时找到 射入体内的子弹 也就引起了伤口的感染 两个月以后 饱受伤痛折磨的 加菲尔德总统 不知身亡 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第二位被刺客枪杀的总统 威廉·麦金利 他是美国历史上 第三位遇迟身亡的总统 1901年的9月6号 麦金利出席了一次 博览会上的招待会 由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他趁机与麦金利总统握手 而面对面地朝着他的腹部 连开了两枪 八天以后 麦金利总统经一致无效失望 在这以后 还有第32位美国总统 富兰科林·罗什福 第33任美国总统杜鲁门 他们都遭遇过枪手袭击 所幸的是 他们二位都是有惊无险 毫发无损躲过了一劫 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约翰·肯尼迪 45岁就任总统 也是美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当选总统 1963年11月22号 肯尼迪总统 去德克萨什州 参加公众集会 当他乘车通过 达拉斯城的一条繁华街道时 埋伏在一座楼房上的枪手 用装备有瞄准镜的步枪 向肯尼迪总统连开了两枪 其中有一颗子弹 击中了肯尼迪的头部 肯尼迪当场死亡 不幸地成为了第四位 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 第八位 遭遇刺客的 是福特总统 1975年9月5号 有两名妇女 她们在加州 试图刺杀福特总统 可是她们的行动 死败了 福特总统死里逃生 以上这八位 遭遇刺客的 美国总统之中 有四位逃过了一劫 另四位遭遇枪击身亡 在里根之前 美国历史上 已经有八位总统 遭遇了刺客 1963年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 总统的安保工作 比之前更为严密 在公共场合 安保特工 都紧随总统左右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另外 总统一般都会穿 防弹衣以防不测 可就在1981年 3月30日案发当天 里根总统 并没有穿防弹衣 这究竟是 安保错失的疏忽 还是另有原因 刺客在不到 两秒钟的时间 连开六枪 会对里根总统 和现场人员 造成怎样的伤害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里根遇刺案第一集 酒店枪声 1981年3月30号这一天 正好是里根总统 上任执政的第七十天 这天上午 他应邀来到了 华盛顿特区的 西尔顿酒店 于在那里开会的 美国产业工会代表 见了面 并且发表了讲话 然后呢 还与工会代表们 共进午餐 这些活动结束后 里根总统 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 从西尔顿酒店的 总统通道走出来 酒店大楼周边 已经围拢了很多人 就在总统一行人 走向总统钻车时 人群里有人 向总统开枪设计 里根总统出入公共场合 往往要穿上防弹衣的 起码穿一个防弹背心 可是偏偏这一天 这里根总统 没有穿防弹背心 因为白宫的安保特工 事先了解了情况 不仅认为 这个总统通道 安全措施很好 还了解到 参加活动的这些人呢 都是共和党人 安全问题可以放心了 并且呢 总统的防弹汽车 就停在总统通道出口的 距离不足十米远的地方 里根总统和随行人员 由西尔顿酒店的总统通道出来 就在他们走到了距离总统专车 大约五米远的这个位置 赤克打响了第一枪 靠近人群的那位 这个人是白宫的新闻发言人 詹姆斯布拉迪 他头部中单倒下来 紧接着第二枪又打响 打中了靠近总统的那个人 他是首都的一名警官 他名字叫托马斯·德拉汉蒂 他后颈部中单 这个时候 这两个随行人员都相继中单倒下来 里根总统呢 就直接地暴露在赤克的枪口之下 这个时候可以说到了千决一发的时刻 赤克就打响了第三枪 值得庆幸 这第三枪啊 偏偏是黎勒普 从图像上看呢 不见有人中单 接下来 从图像上可以看到 随行的安保特工复制人杰瑞帕尔 他用这一只手去摁 里根总统的头 另一只手呢 就努力把总统往汽车里面推 与此同时啊 随行的安保特工 张开双臂 去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总统 这位奋不顾身的白宫特工 他名字叫做蒂莫西麦卡锡 这时候第四枪打响了 子弹击中了这位特工的后腹部 随后第五枪又打响了 这一枪呢 击中了总统钻车的防弹玻璃 接连又听到了第六声枪响 可是最后这两声枪响过后呢 从这个图像上看 都没有见到有人倒下 这个枪击现场上啊 这个情节是瞬息万变的 我们算一下这一段 这打响了六枪 这一共才是多长时间呢 只有1.7秒 也就是说这个赤克在1.7秒的时间内 连续向里根总统开了六枪 这个图像资料上看的 还都看不出来 里根总统是不是中了大 那么再看一看 人群那边 有一个男子 他恰好就站着这个枪手身旁 后来知道这个人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 他是一个工会代表 听到枪声 阿尔弗雷德扭头一看 身边的这个人正在举枪射击 他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马上做出了反应 他挥手一拳 就击中了枪手的头部 可是这位赤克看上去 意志坚强 身体强壮 虽然头上挨了一拳 似乎无关紧要 他继续瞄准射击 这阿尔弗雷德呢 马上就改变了战术 他抱住了赤克的两条腿 猛力向后一拉 把那个枪手呢 拖倒在地 这个枪手已经倒下 围观人群当中 就有两个穿皮鞋的人 他们上来 就去踢枪手的头 随后又过来两个警察 他们上来以后呢 才捉住了这个赤克 这个时候 已经有三十多名警察 赶过来 他们把总统专车啊 团团围成一圈 这个由警察围成的 这个圆圈呢 一起向前走 护送着这个总统专车 向外跑 一直到总统专车上了快车道 警察才散开 这个总统车队 其他的车辆呢 这时候也跟上来 一起朝着白宫的方向 开过去 这个杰瑞帕尔呢 马上就开始检查 里根总统的身体 看看他有没有受伤啊 可是没有发现枪伤 也没有发现有出血的地方 可是这个汽车开出不远 里根总统呢 就感到胸口疼痛 这个杰瑞帕尔 当时还认为 是不是自己把总统往汽车上推的时候 出手太重 造成了总统肋骨磋伤啊 可是里根总统很快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是带有泡沫的血 他还解释说 或许是我不小心咬破了自己的嘴唇吧 可是杰瑞帕尔呢 这个时候认为 这出血现象很严重 很可能是 里根总统的肋骨 被他推断了 因为这个折断的肋骨啊 他是可能赤入肺部的 杰瑞帕尔呢 就果断地下令 撤退注意 前往最近的医院 本以为安然无恙的里根总统 在车内竟然咳出了鲜血 到达医院后 检查的结论是 里根总统的胸腔内 发现了一颗子弹 而且他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在案发现场 刺客共射出六颗子弹 有三人中枪倒地 另外三颗子弹 似乎并没有击中里根总统 那么他胸腔内的子弹 是怎么回事 他又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呢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里根遇刺案第一集 酒店枪声 总统策队离开枪击现场 也就是五分钟之内 就到了就近的一家医院 这个医院叫做乔治 华盛顿大学医院 杰瑞帕尔并且已经打了电话 告诉这家医院 请准备好担架 在门口等候 可是车队到达的时候 医院还没来得及准备好担架 里根总统下车的时候 头脑还是清醒的 他还坚持要自己走进去 可是他刚刚迈步走进 医院大楼的正门 就突然感到呼吸困难 两头腿发软 这一个单膝跪地 就站不起来了 杰瑞帕尔并就把他扶起来 送进了急救室 里根总统被送进了急救室 医生和护士们 几乎都能认出这是里根总统 在没有明显外伤的情况下 医生需要尽快地知道 里根总统为什么剁出了鲜血呢 首先要查明这个原因 作为急救室的常识 在这个时候 在伤情不明的情况下 不能随便地翻弄伤者的身体 脱衣服啊 这个动作都不可以 所以一个医生呢 就迫不及待地拿起剪刀 剪开了总统的西装 从袖子开始就给剪开了 进行这个血压测量 输液等等这些操作 这件价值近千美元的 这个定制西装呢 瞬间就被损毁了 里根总统啊 马上表示出不愿 表示惋惜 这里根嘛 永远是里根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他也不忘记开玩笑 他甚至还 自己取下了氧气面罩 对周围的人说 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 这个在场的医生和护士 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当时的这个主管的这个医生呢 主管急救时的这个医生呢 这个人叫吉尔丹诺 他还真不是共和党人 可是他马上灰蝎地回答说 今天总统先生 我们都是共和党人 在医护人员呢 剪开了总统的衣服 这个时候发现 他的左侧肋骨下方 有一个扭扣大小的一个小洞 而且这个小洞的周围呢 有少量的血迹 医疗组里边呢 有一位参加过越战的 这个外科医生 他是见过数百例 枪伤的患者 他一查看这个伤口 立刻就断定 有子弹射入了总统的胸腔 但是呢 在另一端 没有找到子弹的出口 其实这是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说 这颗子弹还停留在 总统的体内 医生们这时候 马上查看 生命特征综合记录仪 发现 里根总统的搜索血压 这个时候仅为六十 我们知道正常值 是应该一百四十左右 这个六十的低血压 意味着伤者已经进入休克状态 这个时候 要立刻实施手术 打开胸腔 尽快找到那颗子弹 把它取出来 医生们这时候 他们都知道 大部分 年过七十的伤者 在这种情况下 是很难存活的 你打开胸腔 把子弹揪出来 大量出血 这个时候很难存活的 那里根总统 能不能保住性命 就要看他 自己的功底 和造化了 那么 里根总统 到底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呢 总统预测 美国白宫 又会怎样应对 这一突发危机呢 请收看下一讲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 栏目服务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和难点 再见 981年3月30日下午 美国总统里根遭遇枪击 此时比追查凶手 更紧迫的问题是 美国的国家安全 里根总统生死未亏 时任副总统不时 又不在首都 白宫的高官们 会如何应对 这段时间的权力真空呢 明天的节目里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将为您解读第二集 白宫的危机应对 是 西面 里根